Hello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田老刘 老刘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 换机油方面的一些小方法跟小经验 非常非常的实用 我也是这么干的啊 到底是我是怎么样干的 我先问大家两个小问题 第一你们每次去4S店换机油 有没有称下来的机油呢 称多少取决于车型 总之会称一点吧 你们是怎么样处理的 第二个呢 你们有没有去看 刚从4S店换完机油 你把机油脂拔出来以后呢 看一下上面的机油 就已经开始发黑了 为什么呢 带着这两个问题啊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 换机油方面的一些小方法 怎么样去把这个机油换得更干净 怎么样更省钱 这是老刘一直在干的一件事情 我换机油都是这么干的 这两个事情之前呢 我先辟谣一下啊 我昨天看了一下那个 昨天发的那个视频啊 评论区很多小伙伴留言啊 很有意思 我先来辟谣一下 有的说老刘是厂家赞助 做广告啊 然后还团队开车啊 不知道带了多少人开车啊 因为这个八天开了占近七千公里 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先声明一下 老刘 这次出来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啊 第二没有任何的厂家 甚至我们单位公司的赞助啊 没有任何 第二个第三个呢 就我一个人开的车啊 你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人家做不到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要怀疑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啊 老刘绝对不会跟大家说谎的啊 有一说一啊 还有还有小伙伴说 我这个七千公里 不可能的一天开一千公里啊 怎么开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从江苏无锡出发 我们最西边的打卡点是 西台吉尼尔湖 它的一个直线距离就超过三千公里的啊 可以算一算 然后我们再走青海甘肃 大环线走一圈 大家可以做一下功课 做完功课 你再去喷别人 才有一定的道理 才有说服力 是不是 还是那句话啊 你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废话不多说啊 然后我们来分享这个小经验 什么样的小经验呢 老刘平时换机油是怎么干的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啊 因为现在很多车型 它的机油加重量 都没有四升啊 基本上都在三升左右 或多或少都会秤这边一点 所以说呢 10S店都是问客户要不要带走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一个处理 这种秤下来的机油啊 我建议大家带走 不然的话呢 很多小伙伴又说了啊 10S店各种各种挫折方法又来了 是不是 我建议大家都带走啊 再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开过风的 这个趁于机油啊 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保存 不要超过半年 超过半年呢 基本上就宣布 呃过期了 说完这个 没有加完的这个机油呢 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 我们这个车子刚换完机油 然后拉出机油尺一看 那个机油就已经发现了呢 第一 我们这个发动机换油 从放油螺丝放也好 是你从上面吸也好 不管你是怎么样去换这个机油啊 它都有将近一升左右的残留啊 机油它也会残留 第二个呢 整天发动机 呃 它的一个拥有量非常非常的少啊 基本上都在三升左右 呃 根据不同的发动机啊 加注量是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刚加进去的新机油呢 跟那个残留的一升机油呢 然后搅在一起以后呢 就已经有发黑的这个迹象 所以说呢 老刘自创了一个小方法啊 也可能很多人在用 也有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在用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用这个方法 啊 非常的非常的实用 啊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方法呢 啊 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 我每次换机油 就是 我先把救济油放掉 然后再把机油滤芯里面的残留的机油 倒干净以后呢 把机油滤芯用手旋紧 然后放油螺丝呢 也用手旋紧 这个时候呢 先把那个四升的一整桶的油啊 架到发动机里面 加一升 大家记住啊 如果说你自己收藏的机油 有超过一升了 你就可以这么干啊 呃 然后 呃 把那个 新机油打开以后呢 架到发动机里面 加一升 然后启动发动机 在这里呢 很多小伙伴又要担心了 这个加一升机油进去 会不会损坏发动机 在这里 大家完全放心啊 你会发现 加一升机油到发动机里面 你启动发动机以后呢 这个 机油压力报警 并没有出现啊 它是完全正常的 那么我们只要压力正常 这个发动机是不会损坏的啊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除了压力润滑以外呢 我们还有 飞溅润滑 这个时候 它的 条件可能不是工作的很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控制发动机 着车的这个时间 呃 老刘估算了一下 应该到五秒至十秒 是非常 不错的啊 最佳时间 所以说 大家控制这个 着车的这个时间啊 五秒到十秒 就可以了啊 对发动机 没有任何的损坏 熄火 然后放掉机油 你会发现啊 放出来呢 虽然只有一升的机油 但是 那个机油已经很黑了 啊 然后重新换上干净的滤芯 干净的颠片 然后按照扭矩 把这些上紧以后 重新把秤鱼的三升机油 直接加进去 就OK了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 解决什么问题呢 解决了 呃 你不需要把那一升的机油带回去 带回去也没什么用 也不要担心 实验实验店搞事情了 是不是 所以说 一举两得 那么老刘这个经验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啊 看到最后的小伙伴啊 你如果是本田车主 喜欢本田的 关注一下本田老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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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